現場所有的貴賓朋友大聲招呼 各位貴賓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Linian創畫 今天真的好榮幸可以邀請你來到現場 我不知道其實雲化這兩天透過等一個人咖啡 還有我的少女時代 當然還有現在大家都熱播的一個偶像劇 唯一的繼承者 真的看到雲化的演技不斷的在進步 那今天看到你來到現場鋪亮肌膚跟清新的氣質 真的是掀起一股這個小清新的風潮 而且我知道你最近好像上傳你的IG素顏造 也是引起很大的迴響 因為膚質太好了 是不是跟大家來聊一下 你對於現在女性美白保養的一個趨勢的一個看法 其實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每天都在接觸到最新的彩妝集群 那我自己的話有非常非常注重底妝的部分 然後也剛好發現就是這兩年大家很注重亮光澤這件事情 在底妝上 所以你覺得說在亮跟光澤上已經超越你覺得說 要捏一種極致白的一個保養觀念了對不對 對而且我覺得當一個人屏幕亮得起來之後 就看起來氣色非常的好 其實你講到一個重點喔 這也是我們2016Dior帶給大家一個全新的保養觀念 因為就是透過我們1加1的保養步驟 讓我們可以呈現的光感無限大 也就是呢我們最新的產品 欸妮佩已經都試用了對不對 光感的柔膚脆跟氣墊粉餅 對 所以我聽說你用的氣墊粉餅 也是跟大家看到你IG上幾乎一些人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隨身攜帶不離身了 其實因為它就是小小的 然後隨時 因為其實我每天工作時間非常的長 那都是需要隨時一直補妝 那以前其實我的皮膚也比較敏感 你如果補太後其實我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氣墊粉餅就簡單的把它弄上去 它還有保濕的效果 我覺得就是又舒服又有亮澤 又讓人怎樣覺得氣色很好 我覺得就是完美的搭配 哇喔說到這裡呢一定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欸波不及待 想要試看看 欸光感氣墊粉餅 真的可以就跟雲花講的 欸怎麼補呢 都是一種很透亮 而且呢妝感都不會改變 那你還有什麼秘密武器 讓你隨時隨地都呈現這個春光肌呢 而且是非常粉嫩的 其實我很注重保養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柔膚脆 其實它簡單的你在上那個氣墊粉餅之前 先擦上去 然後它有一個特別的 最新特別的一個海綿 嗯 然後海綿搭上柔膚脆 其實簡單的拍打 還沒有上那個氣墊粉餅 其實就滿有氣色的 對但是在搭配上氣墊粉餅 一加一我覺得 就是我光眼睛什麼也不用畫 我就看起來很有精神